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人心 人心 蔡淳無意心 回來第二節 見到阿B真的很開心 我們見到一個說話很流利的大學生 我們有一個美少女 大家都會眼前一亮覺得很可愛 很吸引 我都說你是一個傳媒的寵兒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看傳媒對你的報導 都很友善 都很友善 有很多事情想弄死你 你還記不記得當年有一個叫陳考文的同學 都在大學 都在HKU 記得吧 那時候你很小 我當時不知道有這個人 但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現在的人開始說回陳考文事件 陳考文現象 其實那時候我是很欣賞陳考文的 但見到她之後的遭遇 讓傳媒如何批評 其實簡直是去做她的 我覺得是很殘酷 很殘酷 陳考文是很殘酷的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其實最壞的是蘋果 不知道拍她的衣服 其實女生每個人都這樣穿 大家都是背心的 對 最喜歡背心的 一來有本錢 二來有型 又有型 為什麼不可以針對她的裝扮 其實她說話很流利 很清楚 跟她說話很有理據 還有她堅持這個信念 我是很認同的 我一邊看見她 眼前是一邊說 嘩 很惡 韻韻歷有這麼聰明的女生 就是 是好漂亮的一回事 最重要是聰明 說話很聰明 還有她的信念 挺有原則 為什麼那個傳媒 很開心 差不多想她死 對她很不友善 她是一個很殘忍 她形象就好像 好像她是一個很不檢點的女生 但又沒有說到她是這麼不檢點的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幾年嗎 08年 我記得是京澳傳火局的時候 她說要表演雪山獅子奇物 不是很多年前才會這樣說 七年前 那時候為什麼香港的傳媒生態是這麼戰格 我想現在也是 現在更差 如果你說她要針對你 想做死你的話 現在更差 可能要拼你生豬 什麼都敢做 但那時候我覺得最心痛最不舒服的是見到香港人 是 周周圍約 香港人都不懂得欣賞這個女生 香港人那時候沒有激進派 覺得這個人是搞事 我當時覺得很慘 就是一個女生好像沒有太多人支持她 她又不是一個組織 你現在最低限度 都有幾個人 不是你不是熱血公民 但整個熱血公民一定會支持你 有什麼事他們就會出來幫我 我想絕對不會看見你被人欺負 就算不是熱血公民 買Radio的支持者都一定會保護你 但當時陳考文就沒有了 就是自己一個人喊她 對 我覺得其實她都很硬正 她都頂得很久 她都頂得很久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最乎是香港人 所謂是港豬 我想是大家縱容到局面變成這樣 是啊 如果你看看陳考文的結局 你自己會不會擔心 我想也沒有 我覺得如果是 首先是清者自稱 這個世界沒有這件事 事後大家都發現陳考文是被人欺負 被人欺負 被人欺負 如果發生什麼事就夠了 我不需要全世界人都知道在做什麼 不是啊 不要不天真 其實現在很幸運 我們要做本島也好 建國派也好 有一股激進勢力 形成了有一班人 大家的信念可以形取得到 當時陳考文出來的時候是沒有的 只有她自己一個 那時候08年寫文年 都好像是剛剛成立 那時候我發覺完全沒有一個政壇 在政治上比較關心一些本土權 好像還沒有本土權 他們還是說我是中國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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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說阿國狀毒 講狀毒是最大惡極的 是啊 那時候還是很多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西藏也是中國的一部份 他們那時候說的 就是這樣的變化 我心想現在這樣 我們真的很慶幸陳文 帶出了我們香港要獨立 或者帶出了建國的概念 承邦先 然後這樣 這個概念令到我們醒覺 香港是獨一無二 是啊 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個思想的啟蒙 我覺得很重要 很重要 其實你覺得呢 你看了情邦論沒有 看了我 看了三分一 因為之前一直都不大眼睛 即是在看 快點回去看 我經常叫別人看 然後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一套很新的理論 昨天一套真的可以在香港實行的理論 但是真的可以令到香港脫離現在這個情況的一個理論 所以我不知道 我也挺支持 所有 即是城邦論也好 見過我也很支持 原因就是我也覺得香港是一套很獨特的地方 我們不應該被中國這樣游論下去 嗯嗯嗯 你還年輕 其實這個概念應該不是新的 不過問題就是沒有人敢提 亦都沒有人想 因為很反叛 是啊 沒有人想過會走得通 因為我到現在都聽過很多人 記得你的階層 都覺得神經病 沒有可能 大陸不會給你的 對 我之前做過訪問 那個教授都這樣說 是啊 經常都說大陸會給你 那為什麼香港就是這班人 為什麼那個思維不會變 就是因為那樣樣在那裡 等中央持育給你 你是不敢去爭的 但是這些本身應該是人生 與生俱略的權利 為什麼你要等人去給你 就是拿回來的 就是很簡單 好想我們有年輕人的思想去衝擊 而現在說出這個理論 你是一個很資深 對歷史 對民族學 很掌握得很精確的 因為陳文老師 我覺得他很清楚 香港的發展 甚至整個世界 中國共產黨的來龍去脈 其實都講得很清楚 有人去帶出講給我們聽 令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啟蒙 我覺得有年輕人 當然單靠我們這些 其實我們都叫做中老年人 作用就是希望看著你們 或者跟著你們走 都給我們一些指導 但如果思想沒有突破的話 就永遠是一個死局 現在帶出來我都說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 香港是獨一無二的 一定要擺脫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事實上我們已經明白了 你看到香港的時間線 我們的歷史發展 其實是不可能的 不過被人騙了這麼久 我覺得要大家發現自己被人騙 都是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不要那麼快失去希望 對 對 所以你們真的很幸福 對 我們起碼還有機會去改變 你現在開始察覺這個 我覺得好像擦了神燈裡面 說了一個真相給你們聽 我們那時候是不知道的 我們還很盲中中 我覺得很多年紀大 好像英尼朝那一代 一路到中年人 香港的港豬幾多 你對比一下陳考文那時候 其實陳考文相對來說 不是說 其實 他都沒有現在的本土派那麼激進 是 激什麼鬼 好像爬上一棵樹 已經很大突破 很大的突破 事實上他都是用自己的身體語言 還有他立即放聲表達 抗爭 能夠引起一些關注 其實都OK 但是我猜不到 受到的打壓是這麼大 而且現在看回 我那時候也覺得很傷心 但真的幫不了他 我也是 我也是一個形勢的問題 我現在很幸運 就是形勢開始轉好 現在我就這麼巧 這個時候就 這個時候 我也明白 對 你也明白 我想再早一點也未必會明白得到 所以我們不是說要保護阿B 我們要保護 保護整個本土派 保護我們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我們需要多些人 我們一定要需要多些人 你是很重要的角色 絕對是走到你入到 你入到這個 我叫做 我們那個傳統的傳媒 我也是 做到一些傳訊工作 對 在報紙出現到 因為你現在說的話 其實都 代表一部分 激進的思想 反抗23點 網絡網絡的潛制 亦是代表年輕人 嗯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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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人的關注 一些可能會飄飄遠 飄有的外國非常開心 被人讚介 然後被人讚 都是開心的 瘋了 飄飄遠都自大 狂亡 我就是失常 我是環境 不是我就是沾沾自喜 不要 還是先努力 我們只是裝沒事 那你就好 你真的要不時地保持自己 因為這是一個危機 大人家很開心 對 看到太多人會失常 感覺完很亢奮 以為自己很不起 以為自己真的萬眾期待 事實上你有一定的角色 充實的東西很多 其實是從一二年開始 那時候你會不會覺得這兩年的變化很大 會啊 不用說抗爭的理念 由本土到城邦 現在我們要建國了 終極我們應該是建國的 城邦是一個踏腳石 我一直都理解 但是已經半頭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些人會在這裏質疑 我想一開始接觸政治的時候 我都是一個左膠 即是覺得我們去遊行會就可以了 我覺得由左膠衣化成 但是有一次 走了完了 我做了些什麼 即是有一次就是做了些什麼 反過教那次 就是反過教那次 咦 完了 我究竟做了些什麼 這個小時 好難你試想 你是一個老筋做很清醒的人 就會這樣想 好像三個小時 好像什麼都沒有做過 就坐在那裡浪費了時間 但是恐怖在呢 大部分香港人覺得 好厲害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這樣想 所以我們三十年都在原地踏步 甚至是倒退 然後就是那時候開始 嗯 真的要做什麼 懂得想 思考 不要搞錯 這些什麼人 為什麼最好開心 他們做完事 但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他們就很滿足於那個現狀 真的覺得有些問題 其實你真的接觸了熱血 然後才進一步認識政治是什麼一回事 或者是抗爭 或者什麼叫激進 其實你自己呢 譬如我常常問一些學生 你有沒有啟蒙老師 啟蒙老師 或者你有沒有Mental 有啊 有一個 那個是我中學的中文老師 然後 因為一開始 總之就是 他令他是一個很特別的老師 就是他人是 他一進來班房 就說 我現在來教高中 我是來教你應復公開試的 其實我不是很教你中文的東西 但其實他教書的時候 他就教了很多中文的東西 又教了很多中國文化 啊 然後我就是 也是他讓我決定去選擇政治 不是選擇哲學這一課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啊 然後他在很多人生的事上 他都有給意見 譬如我去不去 一開始他有沒有做節目 我都有問他意見 他就說 什麼都去試一下 你想做就去做那 他才是異血教育的那個女生 他認識 他就沒什麼 他沒什麼特別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總之在很多時候 都是他給了啟發 他給了一套 我覺得是對的價值觀 那時候就用到現在 啊 所以老師的影響很大 真的 他又教中文的 傳導受要解惑 好啊 考得好 做什麼都考得好 OK 太好了 其實中文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現在 尤其是現在 尤其是香港現在變成 殖民地的時候 中文又不重視 英殖那時候 現在更大禍 被大陸統治了之後更大禍 我覺得中文的文化 直接墮落 是啊 那時候說什麼 中國文化重情 現在都看不到他重了什麼 是啊 他就是重了錢 現在變成 所以我現在很佩服 很佩服 曾博士 和陳文老師 在中國文化 和中文文化 這方面 是給我們很多的 就是 學問 他寫一些正統的華夏 是啊 其實你看陳文的面書 和他的書 是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你們要認真一點 看 看多一點 掌握那個思想和理念 是對你將來 譬如說話做人 很重要的 嗯 而這件事 我認為在香港這個教育制度 是漸漸被扭曲和毀滅 是很恐怖的 因為我學的時候 就是學什麼 老師應該是傳導受要計劃的 但現在香港的老師就是 幫你考試 我要交數 因為是有幾不好的演象 你讀那時有沒有這個感覺 我遇到的是好老師 所以我都不是 考試過完 他幫我兼顧到 但做人方面 他們都幫我兼顧到很多 所以就很幸運 是啊 你覺得是幸運 其實老師就應該做這些事情 但大部分就不是 變成你讀好老師 就會覺得很幸運 這樣 唉 唉 哈哈哈哈 其實你那時考試 沒有回考 就是DSE 就是直接考 那你覺得 那些老師呢 你一個老師是這樣的 其他的老師呢 其他的老師呢 其他的老師 我遇到的 即是高中的時候 那老師全部都是很好的 影響最大就是中文老師 但其他科學老師都有很多 即是人生方面 或者學業方面 都給了很多幫助 啊 這樣就好了 那其實你那天有沒有補習 有啊 都要補習 瘋狂補習 是否沒有一個學生不補習呢 沒有 我想沒有的 上到高中大家都補習 這麼低人怕 補多少個科 我補英文 又補了 補了牌子 停了 因為覺得沒什麼用 然後補數學 補物理 還有歷史 那 射補習真的教你考試 是啊 真的教你考試 考試啊 我還有通識也有補 哈哈哈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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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話說 我覺得你身為學生 無疑是一個受害人 但是又是什麼 你身不由己 我覺得那個考試制度 都教到自己的東西 即是 有些適當的時候 做適當的事情 都是我在考試的時候 學到的 嗯嗯嗯嗯 其實你開了學校 就什麼 那大學有沒有補習啊 沒有 沒有 大學就沒得補 不是啊 不是啊 真的 大學都有補習 就只是他為一個大學生 不過現在 不要講考試 講考試我覺得很痛苦 我覺得你也明白了 應該很快 還有兩年而已 是啊 不要這麼快畢業 我不想出去找工作 哈哈 我不知道找什麼高號 不用了 人生的東西 順其自然就可以了 那你當然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際遇 其實要把每個機會 你都知道的 每個機會 無論遇到什麼事情 好像今次這個很大的機會 契機 會不會從中 你會學到一些東西 對你將來有影響的 其實必定有的 你一天不死 你就有用了 哈哈 因為事實上 參與社會 好像陳考文的例子 是可以死的 哈哈哈哈 真的會死 很可憐 所以千萬不要死 你知道現在還說不說死 你知道現在是真的自殺 多少大學生 壓力太大了 我都數不到多少大學生 又跳一個 是很可憐的 保持自己的精神 心理狀態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本來的 性格就是這樣 學校影響似乎都很大 那家裡呢 家裡 我想爸爸媽媽都很擔心我 嗯 擔心一下 我想他們都不會覺得我做得不好 但他們會擔心我的前途和安全 擔心前途 擔心前途 他們覺得不要那麼高調 很危險的 那種 都明白 因為父母一定會想孩子 最重要是安全和健康 但他們沒有阻止過我 他不是應該為你驕傲嗎 有 但他不會跟我說 我爸媽都不是那些會 很大肆去讚自己的子女 他也是 而且他長大了 他也是一個官 看著你 看到有緊急的事情 就會拉著你 不然也會有你自己去 他又不會很想 給自己的意見 去左右到子女 你有沒有試過不讓你去做一些行動 或者參加一些政治事件 沒有啊 他知道阻止不了 他就是會說 現在很危險 你會不會早點回去 小心點 那你父母是否都是知識分子 我講 都算是的 你爸爸做什麼 爸爸在醫院做法驗 媽媽現在沒有工作 因為身體不太好 那你姐姐呢 姐姐現在正在上報紙 正在做記者 做記者 但不會看到她 她是做學校方面的新聞 哦 其實她也很貼近時事各樣的事情 她有沒有給你什麼意見 她也不是很激進 爸爸比較多一些意見 她不是很喜歡很激進 她不是很本土 但我又不會特意跟她吵架 始終她也是爸爸 她的意見是她的意見 我的意見都是可以分開 爸爸說的時候我就聽了 你也很乖 很乖 其實處理得很好 因為她沒有理由為了其他事情去損害家人的感情 對 但是 所以說她們沒有 沒有 小小的擔心 但是沒有去到說 沒有啊沒有啊 千萬不要搞那麼多事啊 甚至乎怕你闖禍啊 沒有啊沒有啊 我想她們都知道我正在做的事不是錯的 我又不是去做什麼傷天害你的事 她們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但是為什麼你受到那麼多的關注她 擔心啊 她說你不要說高調了 知不知道啊 應該高興還是擔心呢 我想兩樣都有的 但她會告訴我 你做得很厲害 因為做父母應該值得驕傲的 我想也有的 應該驕傲的 你感受得到就行了 她不會說出口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父母 你知道她 你感受得到她是 暗地高興的 因為其實真的 你在傳媒前的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不是容易做到的 不是說你有料就懂得說話的 很多很高學問的人 面對傳媒說話都夠夠 或者自己在鎮都不懂得說 我覺得很流利 其實證明你有這份天份 你有這個天份 有這個talent 就不需要說你將來做什麼好 其實很多人會給你很多意見 我猜會不會 有沒有問你你將來怎樣 有啊有啊有啊 我就是畢業才能 畢業才能 我不想知道 對 不要緊要多聽一些意見 不過你要小心啊 有沒有遇到一些人心懷不歸 沒有啊 暫時都沒有 沒有啊 但多數都是讚賞你啊 即是很正確的 好樣子無理啊 還有大家都很疼我 我覺得 我身邊都是 小妹妹做得很好 很厲害 那你會不會飄飄演啊 哈哈 漸漸自喜 完之後就繼續做事 對 最重要是你養 因為沒有說一低很開心 被人稱讚自己 對 真的 你說不開心是假的 你不要飄飄演騙你 哈哈 不過你要知道後果 你其實一定要警惕 陳考文在一個 是一個 教訓 不是一個 一個啟示 是一個事件來的 當然他當時的社會環境啊 和人的心智呢 的確是和現在不同 不過呢 傳媒是沒有好人 你會不會這樣想法 我想是好看風吹向哪邊啊 啊 你不會說 他們有敵視 我不會啊 我覺得他們都是 雖然打一份工而已 雖然打一份工也有很多方法的 那你就好了 這個態度就最好了 所以傳媒又高興 你又高興 是 這是一個最最最最最好的組合 變成了 我希望我們本土啊 那個理念 經理就帶出來 你保持現在已經夠了 知道 哈哈 那一個年輕啊 你其實你會不會 還是 呃 就是 有點憂慮啊 或者是 對於你以前的理想 有沒有 有沒有小時候 有沒有什麼理想 和現在的現實來說 你覺得是有 有距離嗎 沒有啊 我覺得是 反而我距離自己 理想中的自己 越來越近 啊 啊 因為我以前是想 自己是做一個 無論做什麼職業都好 都要在一個獨當一面 然後是 可以自己處理到 大部分的東西 這樣的人 我都看到自己越來越近 那個方向 尤其是這件事之後 就覺得 我越來越近 那個理想的自己 其實簡單來說 無論你讀書啊 學什麼 都是 要建立一個自信 是不是 我在你身上 我又看到你 你的自信是 滿滿的 哈哈 越來越大 但是自信太多 是危險的 我都知道 變得自大 自大就目中無人 哈哈 我都不想自己變成這樣 這些人都挺不好相處 現在變成這樣 其實現在 你們很幸福 有很多 人版給你看 是啊 哈哈 很多不同的人版 曾經戚測風雲 曾經萬人景仰 變成過大有書 這些是很要警惕的 知道 真的 要學的東西很多 我看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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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其實說到最後 我覺得最重要是性格 嗯 我覺得是性格 這件事就是 可能你從小到大 都這麼直率 這麼爽朗 變成 那個人 就 不會拘小節 也不會害怕 害怕那樣 所以你就可以很發揮得到 我希望沒有人欺負你 不過你不用害怕 有人保護我的 我知道 因為我經常很擔心 那些年輕人 就是受不了壓力 無論是讚賞 或者是毀餘 打壓 都是一個壓力來的 不要以為讚賞一定是好的 知道 可能毀滅一個人 其實 清語是更大的 那個 那個 威力又破壞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怕我變了老師 忽然不會說太多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你跟著又有下場 好了 今天夠時間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又到月尾了 你交了MyRadio節目月費沒有呢 如果你想支持你喜歡收聽收睇的節目 可以每個月每個節目給月費68.9 除了可以直接鼓勵到為大家製作節目的主持之外 對MyRadio的繼續營運也都非常重要 交月費可以上MyRadio.hk裡面的節目月費收費表 在看完月費條款之後 點擊這裡 然後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你可以交多個一個節目的月費 甚至可以選擇 給超過68.9的月費作額外支持 假如你沒有信用卡或者PayPal戶口 你可以根據節目月費收費表裡面的說明 用郵寄支票的方式交月費 又或者在辦公時間 親臨普羅政治學院用現金或支票繞交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2467-3088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節目月費計劃 撐MyRadio 請問今天我們來做節目伴依稍 支持ivis支票 Benvenida 跟衛生訪 為你的評論 請您 一定要inte勞 請你 有任何賺 去由 milhões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